其實這裏我不怕說 有很多版塊 每天都很關心偉大的特首 林鄭如賀 我想可能有人叫她收聲 誰叫她收聲 我說有人叫她收聲 這個不能說這麼明顯 其實接下來這個私底下 我訂一個 你開密落 拜登一訂我 上集阿卡和七哥一齊說了生肖 七哥也說過生肖的參考只有25% 七哥之前比較少公開預測生肖 屈臊了七哥 不要這樣說 每年年初有必做的事 就是要聽七哥的打游師 上年七哥的打游師 預測中了失業潮 有恆子的波幅也預測 還有金教最高升到歷史的高位 還有一件事 政府也會去開倉虎紋等等 太多了 不能進錄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厲害 美國總統有大贏 這個真是超厲害 所以今年七哥何時會公開打游師呢 打游師我還在修正 2月6日在Webinar會公開 因為我也想精益求精 希望給予更多資訊給我們的觀眾 小女懸媚一問 為何打游師那麼重要呢 其實星星的磁場影響是人性 而經濟角度的運行是事在人為 人造出來的 每一個星星走出來的情況 就會趨向經濟的步驟 升跌、循環 那一段時間會流行甚麼板塊 坊間經常說金木水科頭是甚麼行業 有時因為年份已經變散了 已經有金有水的東西都會影響經濟的環境發展 我剛才就給予每一位 好像我所說 大家去澳門賭白鴿 都會找一張桌子 看一看開大小 不是開裝箱 每個人都說足弄 其實我剛才就告訴你 接下來的趨勢就是這件事 你在投資上也知道 到某個位置 我持有分寸去適可而止 去賺錢 去保護自己的利潤 因為我講了打游師 希望大家投資 和生活上提點自己 和作一個參考 這個打游師很重要 多謝你這樣讚賞 是要的 因為每年年投資 我們這些小股民會很不知怎樣方向 有時候就是盲中中的衝去投資 如果有七哥的打游師 叫作為參考 可以帶著我 類似我這些小股民 我沒有這麼說 可能都會有投資獲利 我們先為觀眾謀福祉 問一下七哥一些今年的預測 首先我想問 怎麼看今年的樓市 香港人應該很關心樓市 七哥有什麼預測 我從2017年開始 我已經說明見高峰 但是有很多假象 這個一定會被人罵 我不怕說 但其實已經是反映了出來 全世界幾人看新樓的樓價 升幅的指數 那裡可以上會 地產商在銀行後再上會 那是看新樓價的成交 價錢 但很多人忽略了二手樓市市場 價格 新樓市的價格上升 就當二手樓市的價格 都會升 同區 但是成交量 小了 你不要當這個不是一層樓 都是一層樓 但二手樓市的成交量 靜得不得了 亦有些數據 其實新聞有賣 但又不可以這麼擴大公開 其實剛好幾個月前 都公佈了一件事 銀行有說 80項供樓的那群 有七成人斷工 亦都很簡單 實際上說 因為失業 今次的疫情 不僅我們香港全世界 所以很多事情放寬了 但你沒有工作 怎樣供樓呢 每個都是靠父母給手樓 這是基本的 因為很簡單 父母的資助是應該的 這一方面 每個人都想自業為主 但未來你問我 我從2017年到2022年 我也不怕說 是要跌40% 哇 令我突然想起 有時經過家裡留在地產 是不是很喜歡貼那些高速車 我也有看到 有幾個盤是不停地減價 如果不停地減價 即是沒有成交 看到是 即是落在地產 是沒有人 沒有人可以負責 是的 我經常都說 你自住 你不要來 買 因為你長遠 因為買樓是一個長遠的投資 亦都是一個住的需要 但炒我都說 不要問我 炒真的不要問我 因為有些朋友想買 我說早半年前 我說要想買就說深奧 你說那個業主肯便宜深奧 不需要即買 嗯 這是大家一個做事 永遠都是你都想買便宜貨 賣股票也是 是不是 那個又想沽高價 這個就要自己去磨合 亦都要看你自己的人運 以及你是否真的自業 要破這個財 就是自己 破財也好 你都要破多財還是小財 是自己的控制 我們問完樓市的問題 我們問一下一些股市的問題 好 好奇問一下 有沒有一些是大家以為 很好景的股票 或者是一些投資的板塊 但實質上其實是一個陷阱 大家真的要小心 不要踏入這個陷阱 是 今年特別多 我上一集說十二生肖的時候 都提了一件事 今年是投機之年 不是投資 投機就是賭 嗯 有很多板塊 會有很多假象 其實這裡我不怕說 以前二三線股 早幾年都好 踏爬 引人入 炒作 day trade 沒問題 但有很多時萬中中 中進去 今年 有很多大型股票 大型股票 新相也好 有很多陷阱 尤其是科網股 今年科網股的世界 但是唯獨是 是不是真的值得好呢 很多時坊間 很多投資者 不要介紹我所說 其實很多前輩的投資者 也好 我俗稱說 他們做的Duty分析是比我更加高 檢測別人的業績 多少倍PE 未來年的數據 業績報告如何 他們比我做了重足 但唯獨是有些科技是觸摸不到的 有些位置我都覺得不要介意 未來今年會很誇張 說得就說得了 很多人都知道 彈得越高就奪得越深 這些永遠都是俗稱的 但自己真的要適量投資 去減選一些有實力的股票 第二件事剛才我問了一件事 我看地產不好 地產股怎樣好呢 要小心 這樣事要因人意義去做 可能真的反過來 你又說地產股不好 我就買地產股升 我賺錢 所以用大法十二生雪果因人意義 我不可以一觸高 扮一算人 七哥怎樣看比特幣 因為比特幣近這幾個月 是說得很輕輕含含的 很恐怖 對 還大膽預測過幾年 可能去到十萬美金 七哥又怎樣看比特幣 它的覆蓋率是很大 但比特幣不是我們去玩 不要介意 投資者不是不投得 我覺得你投資是用100元 用100%來計算 你可以拿5%去測試 但我覺得未來的方向 是否這麼成熟呢 我現在覺得很多國家 政府都擔心爆破 政府一壓力就很大件事 其實美國可能都會出手 亦都現在有很多新興的虛擬貨幣出來 大方向沒有問題 中國也發展很多虛擬貨幣 但是是否這麼成熟呢 暫時還未有 你剛才也說到今年是投機的一年 有甚麼方法可以抑下股民 是最容易賺錢的方法呢 我個人的心得 今年我也做了一個搜集資料數據 先不要說萬塊 我先不要說萬塊 因為未來 我們可以問一下Gossip 你覺得今年政府會否有甚麼轉換呢 今年一定會換一群人 我都很關心我們偉大的特首 林鄭如賀如賀 去年她的運動都被人罵了 不只是她 所有全世界官員都被人罵了 林鄭今年開始做一個退後小事 做一個顧問 少說話 我想可能有人叫她收聲 誰叫她收聲 即是有人叫她收聲 這個不能說那麼明白 其實接下來這個詩帶 你問我拜登一定會生病 是否今年我還未算 但一定是賀錦麗上場 這個詩帶說到她錄了 一定會炸病 真的嗎 但其實她是否為了想捧賀錦麗上去 大家都明白 接下來是中壘 即是賀錦麗 我會告訴你 她很大機會借病而退位賀錦麗上場 但時間是怎樣 小弟就未算 但一定會有一個情況 可能未來這一兩月出現